200块钱买了4个果冻 它能好吃吗 我发现最近就有好多人评论说 大强你拍的东西都是又便宜又土 还是我这个人土 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今天我就要颠覆你们的认知 我在网上买了一款最贵的果冻 200块钱4个 这回够贵了吧 请把大强最不透打出来 这个是一款日本的哈密瓜果冻 礼盒装 礼盒呢 这个包装 你是不是对礼盒有什么误解呀 打开看看里面 这样看起来还不错吧 确实是用个盒子装的 但是200块钱 你给我打个蝴蝶结也行啊 一说到哈密瓜 我就想起了宰三亚的时候 哈密瓜10块钱杀 10块钱杀 坏的1块钱一个 200块钱 可以买60个哈密瓜了 这料是哈密瓜 白砂糖 柠檬果汁 威士忌 托子奶粉 海藻糖 穷籽食用香精 辣椒红 我以为这么贵 它怎么也得给我用纯哈密瓜做 居然也是这么多添加剂 还加了酒 怎么感觉这个果冻好像没做好 表面是坑坑洼洼的 闻着确实有一股浓浓的哈密瓜味 它送了四个小勺 我们来试一下 哇哦 这么贵 粉丝先吃 哇哦 好甜好甜 它就满满的一股香精的味道 本来我以为这么贵应该是很健康 这样吃我感觉更不健康 它那股味道就很刺激 而且吃它还有一股酒味 嗯 真不建议大家购买 我估计它的运费要150 果冻最多50块钱 真不是我喜欢的 我吃它我就感觉都有点煎熬 哪有我平时吃的果冻好吃啊 我平时吃的果冻我都一口一个 二口一个 吃了一个我发现我的头更大了 能更土了 就这一个50块呀 我吃完的总结就是 又贵又难吃又不健康 不推荐